Hello,大家好,我是Fiona 今天跟大家录的主题是空瓶季 今天汉堡天气大好 我早上醒来想,嗯,天气那么好 采光不错嘛,拍个视频吧 结果呢,我就干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以至于我现在心情又不好了 我去抹了个几加油 又迅速的回来了 至于为什么心情一下子不怎么好呢 就跟我的空瓶季有关 第一个,蓝蔻的这个气垫粉饼 那个吧,它这个吧 蓝蔻属于整个欧美彩妆界 做气垫的先驱了嘛 去年一上市我就买了,今年Bobby Brown 什么才开始出气垫 气垫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所有气垫用到后面都会很恶心很脏 然后蓝蔻这个 它是14克,没有替换星的 价格是差不多四五十欧的样子 不算便宜,像雪花秀啊 其他牌子,一般这个价格 都可以买到一个正装 加一个替换星了 它从轻薄的角度上来讲 你如果只拍一层的话 遮瑕度整个就几乎等于零 然后你只要拍到第二层 脸上就开始会有点斑驳 装厚的感觉 我有一次就拍多了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今天怎么装,化的这么厚啊 我今天就是脑抽了嘛 想要做空瓶了 最后再给它一次机会 用它来最后上一次装 结果就真的特别斑驳 就是用不了了 我后来在韩国买了雪花秀的气垫粉饼 要优于它 轻薄度,遮瑕度,滋润度,持妆度 都要比它好 所以你如果只选一款气垫的话 那我肯定是推荐雪花秀要多于蓝 接下来一个美妆产品呢 就是Bobbi Brown的这个遮瑕膏 它自带一个镜子 带出去超级方便 而且膏体就在这里 哪里有斑抹哪里 放在眼下黑眼圈的地方 也能比较好的遮盖 不会卡纹 不会干 但是持久度也一般 但现在你带出去方便嘛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大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就要开吐槽大会了 是这支直吹秀的睫毛膏 它真的是秒干 开了拿出来用了 真的是没几个月就干掉了 而且在那种卷翘度 纤长度 浓密度方面 都没有做到很出彩的部分 顶多就是它刷头是比较细巧的 容易刷的根根分明 这也太快干了吧 最后一个彩妆 这个也不是空瓶剂 是干瓶剂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用了 是MAC的这款叫 Let Me Pop的眼部打底眼影膏 买回来 因为我们不是天天化妆 你也不可能天天宠信它 当时天真的以为打底膏嘛 用起来应该还蛮快的 可是事实上也并没有 作为一个素人 你根本就用不完它 然后现在已经就是山崩地也裂 然后抠出来 如果涂在眼皮上的话 就会有斑驳的问题 没有办法用了 好可惜 接下来呢 就是护肤品类的彩妆 此处应有长生 是七耳式的夜间修复蓝精灵 作为一名混油皮 可以这样把一瓶油用完 这真的是真爱好吗 我一般用的话 就是两到三滴滴在手上 刚开始会有脸上有点油的感觉 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吸收了 并且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 脸上不会有油光 吸收的特别好 保湿度真的是超级超级棒 你真的就会觉得皮肤很软很有弹性 被滋润过的感觉 然后它主打是修复嘛 真的是没有骗人没有吹牛 用它去淡化修复痘印比那种专门去用美白精华要有效多了 真的是很好很好 而且它一瓶可以用很久 价格也不算贵 性价比真的很高 很高 太好了 但是那我也不会回购了 因为这样一瓶油真的是要用一百年对我来做 接下来的这个空瓶呢 是带科家的保湿精华小子瓶 我是买了正装送了这个小的 带出去旅游还蛮方便的 但是用下来有那么点失望 质地是白色凝露状 但是比如说比起蓝精灵来讲 它的续航能力就是持久度 还有保湿力度 与我的期望值不符 没有那种化一下好多水分的感觉 然后呢是奇艾斯加的黄瓜水 500毫升 此处应有掌声 我是先买了一瓶250的 用了感觉还不错 因为它很干净啊很清爽 你就拍拍拍扑扑扑 或者作为二次清洁 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一款水 有些人反映说用完会有刺痛 我在皮肤极干的情况下 往脸上拍也会有痛的感觉 但是我认为它是属于正常现象 总体来说它其实算是一瓶温和的水 与其小黄瓜水的话 奇尔士加的这瓶 蓝水才应该诠释了什么叫刺激 它成分表第二名就是酒精 我是当年脸上还有好多痘痘的时候买的 作为一名抗痘的水 我认为它完成了自己的本质工作 而且是比较出色的 我的用法是在痘痘发出来的时候 把它倒在化妆棉上 然后敷10到15分钟 因为它非常清凉 所以对整个痘痘的消炎 甚至退痘镇定都非常有帮助 所以你是痘痘肌肤的话 不妨试试看这样一个作为局部的一个急救 但是你如果是非常正常肌肤 或者说已经慢慢去向于稳定的的话 那这款对你来说是毫无用处 我当年做过一段时间切尔士加的脑残粉 所以手上切尔士的空瓶超多 这个是送的小药高保湿系列的一个乳 我用高保湿的那个霜是八字不合的 对我来说太厚重了 只要用了就吸收不了会闷痘 然后下巴这里不太平起小粒粒 那用这个乳就很正好 非常好很不错 它保湿力度很OK 对于我来说滋润轻薄度都正正好好 我还有一瓶一模一样30毫升的小罐 这是我这段时间脸的再生父母 我前段时间从国内回到德国觉得好干啊 好干啊 干死了 整个脸就是完全缺水爆皮的状态 像磨砂皮一样超夸张 干到过敏 就很痒很干 然后我就用它每天护肤完了以后 要么就直接上它 要么就是用完修复精华再上它 就是真的是再生父母 它坊间是叫芙蓉密码 对于舒缓 补水保湿真的是一流 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我现在用完了我就在纠结 是不是还要再去回购一个 因为毕竟我不是一直过敏的人 但有它在身边真的很安心 脸哪里有一点点痒 一擦它就马上不痒了 太好了 之后来这个是 Inia Saferay家的这个绿茶面霜 我这个年纪已经不适合用绿茶这种系列了 而且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 绿茶 它持久度保湿滋润 之后来是一个洗护产品 袋树加的护发素 它这个一套我已经用了 就是洗发水加护发素 已经用了四五套了吧 它据说是不含硅 在所有不含硅的洗发水里面 我认为它的起泡度滋润度 都是很够很好的 价格也比较清明 香味也不是很冲鼻很cheap的花香 是那种比较滋润 有点那种真果啊 坚果味道的奶香 反正我还蛮喜欢的 OPI的这个泄甲水 在泄甲水里面 它是走专业 然后不评价的路线的 那事实上我觉得很一般啊 因为评价的也有很多 泄的又快又温和又干净的 它这个优势在哪里 而且你看这样一瓶东西哦 它这个头这里哦 是这样完全空的 连个小孔都不给我造 我很久没有用 它把它放在旁边 最后一次用的时候 就忘了它这个头 是这样完全开的 我就啪一下吧 化了妆面上一到 啪一下 就好多好多都流了下来 之后来是我喜欢的这个护手霜 德国的超市里 真的有很多这种平价 开价护手霜 超好用 又便宜又滋润 也不会不吸收 还有另外一个牌子叫Flohina 好多味道 什么芦荟味啊 羊柑橘啊 都超好使的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空瓶祭 也是我第一个空瓶祭 我超中肯的 嗯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可以跟我一起交流啊 如果喜欢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呀 还可以订阅我呀 嗯 都可以 嗯 嗯 拜拜